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个土地啊 连十五余中国人都是政治努力 它只是属于中共集权专制的 中共挂口集权的 你现在回到那个土地产能寻找到什么 要让我们来说的基本民众明白一个道路 无论这个世界多么辽阔 也无论你们等过去的那个孤独有多少个思念 一个明确的事实是 台湾这款自由的土地 是你们唯一可以享有自由人权利的祖国 那民进党候选人既没有能力 用台湾的像陈水远总统那样台湾的国家意义主义感动为英文民众 又缺乏理念 去说不难用的普通民众 这才是他败算的根本人 跟开中党方有什么关系 谢长平就有 我在台湾政治书里写得很清楚一句话 谢长平的现象 是中共酿造的一杯 谋杀民进党党群的独秀 民进党的国民党的主义 国民党的主义 不就是在讲 国外就算接受国家的意义主义吗 台湾的国家的意义主义 如果你挥刀自民 如果你阉割了台湾党党 也就是当民进党 把他的背影转向台湾国家意义主义的内阁 我相信 他也一定会被台湾人民所彻底的抛弃 还想选什么总统 你把台湾党党割掉以后 你民进党就是拖在 在国民党团队后面的屁股 猪屁股上的描捎跟鱼吧 谁会把你当做事 可是现在的事实就是这样 连那个马云九前几天在 出国法康的时候 远哥巴里面要呼应一下 写上平安 要求民进党干净 把台湾党党割掉算了 你看看民进党的国民党法 到了河总统 我们再来看这次张志勇来往 张志勇来往 第一天住在新北市 那是国民党当时的地方 网上发生了 便宜警察破门而入 在五星期九天破门而入的 这样严重的侵犯人权的现象 这样的不可原谅的警察暴力 那第二天在高举 高举的民进党是正在里头 我们仍然看到 抗议的学生啊 雪见街头啊 说学生有暴力 学生没有表达自己的声音 不得不用铁链地把自己说起来 他说的是他们自己的 学生是有暴力吗 扔这点儿爱气而已 又没有人扔什么猪血鸡血呢 那新北市 我想起了 我看到那些电影 各位如果可以 我回到北京了 那么坏了 你一定跟他们在电影 各位人都帮我一口 在高举的街头 我看到学生有血的时候 我想起了八九六四 八九六四吧 当时北京大臣的教师 老是在天文广场七策的 那个长安节 心眼不足的学生有血 欲血 当然惨烈成功 是不能和高举相比的 高举不能和内队满的相比 但毕竟学生有血 请大家想一想 六年前 陈云那家在访问的时候 我也申请了抗议 那时不民进党 还勇走 号召群众 号召台湾人民 来抗议这个中共共产 可是六年之后的今天 居然没有反正 一个政党的堕落怎么会这样的快 无论是在新北市 还是在高举市 无论是谁执政 反正是台湾的政客 都和中共的果冠张志军 关起民 在这个淘宾的冷气 房间里进行秘密的会谈 为什么叫秘密 怕台湾人知道什么 足以的秘密也可以理解 他本来就是国内党的会议 陈与总也秘密起来了 当他们在逆逆会谈 在这个淘宾的冷气势力 清晴末末的时候 学生们 民众们正在孤独 劣劣之下进行抗议 为了保护台湾的主权 为了保护台湾的安全 想到这些时候 我们还不法认为更新变强 张志军是什么的 就是说工农民进院 工农民进院 这是什么概念 就是打开箱 台湾的同学院到辞 反正工农民进院 大家理解就是说 最与左近白痴 同时呢 又最终于毛泽东的那种 就叫做工农民进院 被 被提拔的不用考試的進入北大徒書了 在北大徒書的時候 他也在那個戲裡頭 學問我原一個女生的朋友 然後被抓到最後私了 所以我那天聽到陳居 因為我們陳居士兩個在一起 過在密室裡會堪 我突然心中也驚惱 所以我拜佛賽座 我佛董確實用這個陳居的好朋友 也沒有要把我這個拜佛告訴他 兩個人過在密室之中 無難過暗路 門鎖著誰也進不去 這張志軍突然受信和他做怎麼辦 不感到害怕嗎 那就一拍即可吧 那可不一定呢 張志軍的審理觀點自有他的 他搞不清楚了 我們對這個中共的話 我們很難理解 我們很輕人 也很輕人 也很輕人 台灣現在處於 極其現實的國家民主 共產黨有多次的表露了他們 對台灣的啟動性 第一個就是張志軍來的錢 國台大的發言人明確地講 台灣的錢的標誤所有的中國人決定 這種說的荒謬無法 我想 中國至少被分為兩類人 一類就是普通民眾 這普通民眾啊 被剝奪了政治的選擇權 他們沒有思想自由 沒有精神自由 沒有出版自由 沒有言論自由 更不能選擇了總統啊 他們的真實地位 就是中共暴政的政治奴隸 他們連自己的命運都決定不了 他們自己的命運都要由中共狗狗來決定 這樣一個情形 怎麼有資格決定 自由的台灣人的命運 政治奴隸可以決定自由人的命運嗎 我一直講 凡是還有尊嚴的中國人 現在需要做的是一件事情 就是如何擺脫自己的政治奴隸的地位 向台灣人民學習 向前蘇聯人民學習 通過自己的監禁著者 要決定什麼台灣自由人民 那中國的第二輩人就是 一千五百萬的叛官奴隸 組成的人類歷史上最龐大的一個 全體崇拜計劃 如果台灣人的命運 被一千五百萬狗關 中共的狗關決定 我全大家自己走到地獄裡就算了 就這樣如影的話 共產黨國財辦的發言人 以國家意志的宣導者 宣布者的名義把它講出來 我們還沒有感到壓力 另外一個是不久前 中共就南海和越南的爭端 發表給聯合國送的一個文件 你和越南的書圈 跟台灣合適 結果它在這個文件裡 有兩個附件 其中的第二個附件 就是中國共產黨在1958年 發表的一個聲明 把這個聲明裡呢 它的核心的內容就是 台灣合適合 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華人民共和國有權 在適當的使用適當的方法 收復台灣合適合 這是1958年的文件 它今天呢 又重新的 把它發佈裡面 那回顧歷史 向來不是為現實服務 重新的 這樣發表這個文件 等於中共國家意志的 一次新的重申了 就是在中共的眼睛裡 台灣 什麼中華民國造成人業吧 那台灣呢 也不是一個自由主義的國家 那麼在這樣的一個 強烈的 突然研究的國家危機之下 共產黨到底要做什麼 我在加拿特斯書記 其實這個問題也有問題 就是 他們現在要追求的就是 最近的一個目標就是 馬錫會 通過馬錫會 通過馬錫會的簽訂 一中框架下的 軍事無限協議或者 和平協議 和平協議 大家覺得 很多台灣朋友覺得 這也不錯啊 現在和平協議 大家不敢上了嗎 好嗎 請看一看現在香港 十多年前 在共產黨 剛向香港承諾 終點的承諾 向全世界的面子 港人治港 一國兩制 五十年不變 可是最近香港的白皮 比如說 你看一下這個香港的白皮 等於 徹底了 似乎有他們的 他們的承諾 台灣還是會 相信他們的 所謂和平協議 成功 那軍事無限協議 就更不可以簽了 因為自由的台灣 一大分 極權專制的中共 簽了這個 軍事無限協議 那麼現在 台灣 自由的台灣 事實上 還和全世界的 包括美國 在這個自由民主國家之間 潛在了軍事協議 軍事脫毛關係 他的政治基礎 就立刻 徹底崩潰 你跟中共 前的軍事負信協議 嫌疑嗎 美國還敢 再相信我們嗎 在這種情況下 等於 啊 台灣自斷了自己的 國際軍事援助的可能性 自決於國際社會 更重要的是 一中框架 是一個政治法律的老母 你看看我們現在 台灣的這些政客們 形形色色的政客 你們判斷他的時候 你們只要看一點 他是不是在說一中框架 馬鈴酒 馬鈴酒不用說了 一鍋兩成 那不是這個 一個中國嘛 謝長平的是什麼 一中兩仙 然後不久前呢 這個 有七個老人 提出來什麼 一中五米 一中五米 就是這個 一中五米下的什麼 狗屁這個 這個成 協議那個協議 總之 脫不了你的一中框架 我為什麼說一中框架 我不是說的那樣 馬鈴酒說兩岸的這個 這個 航線是 國內行線 不是國內行線 如果兩岸的關係 成了國內關係 而不是國際關係 請大家想想 當中共與它強大的國內 全面的政治精進能量 對台灣進行敵闊的時候 國際上的正義的力量 還怎麼來支援台灣 你是國內關係的 國際上的正義力量 就喪失了 支持自由台灣的 國際法的基礎 這就是一中框架的 本質不得在 為什麼要反對一中框架 原因不得在一次 純粹一點為什麼要說 一邊一邊 因為它用對見 它感覺到很空的理由 而現在的這個議會 已經是擴散了一些 所以 今天我們 主要是 阿典的聯誉 我們訓會 所以我還回到 我一開始的訓練 我們 我們 當然要關心阿典的文化 當然要 盡量的阿典 從監獄出來 或者 醫療要好等等 這都是要做的 但是我覺得 我們以前所做的 總的 有一點不足的 就是 沒有真正的把陳水扁 為台灣所做的兩項 歷史性的貢獻 把他當整個世界的貢獻 一項貢獻就是 他第一次以國家原首的身份 告訴了 向國際社會說 說出了台灣人 心底的聲音 一天一天 我們台灣人也一時 寫了一句話 叫做一句歌詞 讓這樣 很安心在 不敢跟這個母親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